換作可能踢多十兩分鐘也都不定 看看情況是怎樣 今晚見了何輝 下半場繼續和大家在直播時段旁述 有換人 果然我們見到13號的卡馬華在下半場入體 但球證指出來換誰呢 換出了就是艾迪森 左翼衛的巴西球員 打少個閘,打多一個就是戰球 卡馬華將會打雙箭球 看二馬六比零和法國球隊的記錄 會不會再次又見到呢 下半場我們看看 達三就是馬賽,王三六八二 但意外地就是他抽起了 就是28號的球員艾迪森 也是一個左中場 參與很多攻勢的球員 之後其實是中前場的球員 換回中前場的球員 對於整體的隊形 應該的變化就不是影真大 哇,杜林 在中場方面被人撞撞到 不是看到呢 雙手似乎有一點受傷 但沒問題可以繼續比賽 換近看回 他應該是插落地 可能插掉了雙手 扭傷都不行 還有提出 第一次 由於是 讀琳是比較奇怪的法國人 但又是女性称叫Livian 白蘭豆在上半場打得不錯 因為他在這裡 所以皮利斯可以踢給他右一點位置 但皮利斯雖然在側旁邊 但還未到過底線 傳蹤給摩埃斯 以一種柱等式中鋒 來把球搖前搖後搖左搖右 摩埃斯就不是特別好 反而左右兩翼傳蹤 他的五個球是不錯的 這些屬於自己身材 和敦衛夠不夠的關係 馬伯當 我們上半場曾經說過領先一球 領先到第二球 整體來說 帕爾瑪也是打得比較保守 這方面我們可以從一樣東西看到 就是瀕羅巴戰 我認為很少有參與進攻 是當得很好 這個完全同意 另外其實杜琳也很少上來 富莎一膝波也是第一時間 走回自己防守的位置 可想來知道 其實帕爾瑪是踢得多麼穩陣 後面可能有人喊 皮利斯是故意扭扭扭 給到的就是布朗島 曾經有個石頭三角色的布朗島 拉著球 改變方向 左邊有人 不適合左腳射 沒用 軟弱無力 抑制武方 剛才馬賽這個攻勢 又是另一個好的例子 帕爾瑪雖然在三閘線裡面 是避受壓力 但可以數一數 其實有八個球員在這裡 馬賽如果中間打他 就真的很難 卡馬華 在1997、1998年轉會 就是打馬賽 可以說轉得不太適合時間 因為跟著 朗斯就打得很好 他曾經在1997年為朗斯 入了六個聯賽入球 當時朗斯只有中右排 就只有三位 而卡馬華也不是競爭頂級的前鋒 所以沒有機會在馬賽拿到正選 但因為今年做超級後備 入了很多球 包括六個聯賽入球 以及兩個這個杯賽的入球 所以利物浦就是淑貞 發覺立即嘉年侯利亞就入了他 布朗德爾不第一時間 玻璃也抽來了 這個球不夠高 被寶賀斯恩 集定馬頂出來 又是寶賀斯恩 其實寶賀斯恩 看一看一看 寶賀斯恩 遠看一看一看 也有一點似的 不過寶賀斯恩 我就來為高一點 卡馬華 爆發能力很強的球員 來的 這個球比也挺漂亮的 但旦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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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你這樣賣過來 被巴勒截到 雖然不成功 你都見到 拍二馬這個反擊 其實都挺爽朗的 剛才你給他賺一賺 剛才炮狀也賺了 再賺一次 阿根明直後衛 新鮮利 那個球解圍 是要浪費不少的功夫 其實都挺困難的 那個球滑到過來 如果踢不正的話 分分鐘就太可愛了 姜是越弄越辣的 馬洛又來過了 找到角頭幫過來 不要漏 真的漏 又是伊沙流 看著這個球 伊沙流隨時派二馬球員 又可以第一時間命射 不可惜這個球 人仰仰之下 應該是基斯普利 不能射到 馬洛 哇 這個球撞到腳面 這場球第一面的王牌出現了 屬於馬賽二號的右後防球員布朗道 球證的達拉斯 這個球給王牌完全合理 完全正確 看有沒有慢鏡看回 他拿王牌的動作 因為出腳很空緊 華朗已經盡量避 整個人跳起 但仍然避不完 慢鏡看回 華朗已經聰明了 看到布朗道 然後西空格朗地飛過來 還不跳 最後仍然被他剷得 布朗道也拿回王牌 布朗道在兩年之內 效力馬賽二號是他的第三間球會 石州三隊了半年 拿不到正選 不開心 然後在九七九八年度的季尾 下半季轉為波爾多 然後今年轉為馬賽 打回正選的右後防 白蘭卡 較早之前我們曾經翻譯過 我叫白蘭 皮女士 布朗道 被他的直肆問了一點點 不然而是看到雜島 入了一球球的二十四號球員 就是雲露尼 這場球打得不錯 櫻上上櫻下櫻下 沒有任何犯錯 兼有一球的進帳 對於認為來說 可以說是接近完美的比賽 暫時 華麗蛇 轉身第一時間右腳摩利蛇 散到人了 仍然看到巴勒 巴勒沒什麼人幫忙 差點被杜倫刀奪 然後再給巴勒 不可惜這個球打了結 英國打了球 拿不到球 基斯普 敬艾莎 被杜倫 搞不搞都行 杜倫厲害 今次的右邊 走來走來中間 拍直線 可惜這球邊走邊射 就沒有世界盃的球射得那麼漂亮 很簡單的組織 給予杜倫 杜倫 可惜最後下腳的時候 球就跳起來了 以及自己的右腳就先踢到球 在先 所以沒有辦法按得正 球 難怪他也 扔到地下 影真的不值 不記得他在法國兩場的世界盃入球 即是翻版 在右邊的邊層 右邊的位置上來 吸回來再射門將的右柱 即是他的軟柱 他是網仔一樣 兩場都擺得很漂亮 你用擺字 不是你用射字 可以看到他的右勢 又有機會 競艾沙 賣到射 門將不知道能否扶到 總之 那球在遠處 剛好處邊出界 都拿得很重 射得很漂亮 很缺段的射門 中間沒有人幫 看順 虛順 想都不想 馬上射 看到競艾沙 射這個球 覺得很不值 看見這個樣子 差不多上下半 不用緊張 因為自己的球隊領先了兩球 大部分錢可以給他們機會打反擊 在中場方面 摩埃斯被撞到的腰骨 撐下去 暫時馬賽的勢都不錯 如果在上半場 頭過20分鐘 和他追回奪 他們的機會都還有 其實摩埃斯也是馬賽 在聯賽中的神射手 有14顆球 機會幫我副生 再把球扣回來 這個球隊走得很漂亮的 雙機 一個走遠處 一個扣回頭 不可惜腐沙出的時候 就被人中間 打擊 打擊了 拍二彈的球員 走位配合就很漂亮 但是馬賽的球員 防守的時候 走位有些輪盡 伊莎 撞到白蘭卡 幸好兩個球員沒有跌 伊莎仍然去到 否則 可能又有一個笑片 給大家看看 看到伊莎 其實都不要說 好像很巧 其實這個球員真的挺幸運 第一 他打法國世界杯之前 只是一次代表南非的國家隊 但是 接著 他世界杯做了正選 打下打下 不是很高級數 又有機會 打到法國欠了聯賽冠軍的馬賽 但他這場球 可否打好些呢 否則馬賽亦都會 其中中列為一個被放棄的名單 好 暫時呢 馬賽在城牆到現在 佔了59%的控球權 這方面 真的有一點點意外了 證明呢 就是柏爾馬 在製造的戰術方面 很聰明 奈波不需要需要拿得多 但是 憑著好的創造能力 快速的前鋒 交球的準成 就能夠陰下陰下陰下 這個控球的百分比 這方面更加再次顯示 哈爾馬 今天這場球是看得多麼穩陣 我們上半場提到 謝鵬爾馬 十多年前 還是意大利之極小的球會 小球會 就說他規模 但發展到現在 全世界富有的球會 當中 他都能夠排到18 當然是落後比亞積斯 最富有的當然 我們兩個禮拜後 歐聯的兩場多 因為11年的決賽 兩方打贏大贏 decline 華諾 轉燈樓 機會 漂亮 世界級全球 世界級默契 世界級射球 3比0 pedal馬 一大 dun 它有到冠軍的階梯 檢 waterproof 可以找一隻杯子在哪裏 拍給帕爾瑪的球皮 這球球射得超級漂亮的 慢慢看 華朗 尺尤的按鈕裡面 劉哥 接著叫聲阿道 射得很漂亮的入球 也是他 在歐洲足血盃裡面第八個入球 認真厲害 葛檔,看到這球入球 我就想起帕爾瑪之前兩個入球 第一個半賣半送 第二個傳中傳得很漂亮,頂入 第三球是做球世界級的組織 我心裏有個說話就是 在決賽中哪有這麼順順 其實在 半場休息的時候 我們已經送過 在早幾個回合,兩隊球的入球 這個鏡頭其實都似曾相識 拍爾瑪入球很多時候 都會有這種現象 就是右邊傳進來 前處的球員漏後 或者是一個交叉走位 帶空了對方的後衛 接著是一個戒射 經常都看到 日後不要說人 夜晚不要說什麼 這個禮真的很適合 剛剛聲鼓說 哎呀,那賽要勢多好啊 節目球員多多 快點追花一球 好看一點 但是他球不到封 反而被拍爾馬入多球 Dino巴智翁首球 目球正說是死球 放定先開 大師先生就是叫Dino巴智翁走開 現在馬賽級都沒用了 相信球員會有一個問口 6比0的比數會不會有重現 小聲鼓動 mythology 他動手 對方 已經成長說 辱誤 緊張 說 楊